郭文貴議員 我們開會的時間是9點半到12點半 下午是1點半到5點半 那相關書面資料已經送達各位議員的桌上 請參閱 那請假的官員有 都花局總工程師顏永坤 那他的職位是由主任秘書謝文娟代理 請議事人員先讀本會議員 執行相關辦法規定 本會議員質詢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第一輪時間均為10分鐘 本委員會議員優先質詢 第二輪依登記順序質詢 本委員會議員10分鐘 非委員會議員5分鐘 如本委員會議員於第二輪質詢中才到場 應優先於下一位質詢時間10分鐘 第三輪以後依登記順序質詢時間均為10分鐘 以上宣讀的部分如果都沒有意見 我們請地震局跟都發局各進行10分鐘的業務報告 那報告前也麻煩局長介紹各科室主管 再由我們各位同仁登記諮詢的發言 那我們先請地震局進行10分鐘的報告 今天大會的主席弘庸議員 還有各位議員先進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我們在座的事務同仁 大家好 大家早 地震局今天的團隊包括我們 一個是鴻護局長 第二個是我們的蔡其坤 蔡子蜜 好 各位議員早 再來是我們市地重劃科的林佳化科長 好 各位議員好 我們七段升州科的代理的陳鴻序科長 好 各位議員好 再來是開發工程科的邱科長邱龍傑 主要 各位議員好 那再來是農地重劃科的陳世平 陳科長 好 各位議員好 那再來是地震科的高瑞峰 高科長 各位議員好 再來是我們地震助信科的張士哲 代理的張士哲科長 那再來是我們測量科的許耀文科長 那再來是我們地基科的吳淳英副科長 好 各位議員好 好 那接續我來報告我們從去年八月到今年的四月的半年的 這個地震業務的執行成果 那首先報告就是我們的地基業務 那地基業務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執行內政務 從97年所實施的地基清理實施計畫 那這個計畫主要是在清理日記時代的這個會社神明會 有名字沒有地址 或者是權力加起來不等於1的這些總共14類的土地 那從103年到108年是執行這個計畫的第二階段 那繼續清查及標售相關的土地 總共到目前為止清查的這個公告的土地是16476筆 那需要標售的土地是3873筆 那今年度的這個標售進度呢 要完成500筆左右的這個土地 那再來就是我們根據土地法73條有關未辦繼承的土地呢 那這部分縣市政府的權責就是要類管 這個來辦理類管清策的這個工作 那到去年到今年的4月15號呢 我們臺灣市所類管的未辦繼承的土地 是總共有34778筆 然後這個建物有1113棟 那歧視報告的就是我們 台南市有耕地的這個管理 那市有耕地總共有1468筆 那有出租的有659筆 那地震局在這方面呢希望盡量 趕快把這個未辦出租的土地 除了做清查以外呢 能夠放租的我們就盡量來放租 以租來代管 那我們也在去年定了實施一個 台南市市有耕地的清查管理維護計畫 那請各相關的區公所 來協助這些公有耕地的管理 那其次再來我們對地震事務所的一些便民工作呢 做報告 第一個我們實施無休不打仰的這個服務 另外呢我們提供跨手登記的這個申請的服務 然後呢也提供這個 跟各台灣的各縣市政府 各地政府所聯合呢提供這個代為收件 包括登記案件附贈案件的一個收件服務 另外呢我們對遠途的這個申請者呢 也提供個遠途先行審查的這個服務 那這方面的績效呢 可以說都相當的不錯 至於再介紹的就是我們的地價資訊的工作 我們在這方面呢就是合理的查顧 這個徵收補償的市價 那在去年8月1號到今年的4月15號呢 我們總共提地平會審立的案子有43案 857筆土地 那另外就是我們在105年的公告限制呢 這個是比104年的公告限制呢 多了漲了這個7.87% 那公告地價的部分呢 比105年105年比105年呢 這個上漲32.36% 這是有關地價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介紹農地重劃 那農地重劃 那台南市的這個農地重劃 這個面積相關館 三萬多的公頃的土地 那這個部分分類早期跟非早期 是民國60年前的農地重劃 那早期農地重劃的這個 農水路的更新啊 主要是靠著農委會的補助 那從77年到104年呢 我們這個靠著中央的補助呢 已經更新了一萬七千一公頃 那早期還有沒有更新的部分呢 還有6792公頃有待辦理更新 那今年度辦理更新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說我們去年這個花包的部分呢 有四個區518公頃呢 預計在今年全數完工 那至於今年的預算的部分呢 這個是有也是六個區 但是面積有596公頃 那這一部分呢農委會也都審了下來 我們就要交給來花包來設計花包 另外呢四億算 編了一五千萬來維護 這個非早期的這個部分呢 那這部分我們也完成相關區公所所含報的這個 要維修這個修算的部分呢 那也目前也正進行要交給各區公所去設計花包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利用的業務呢 有關於這個非都市土地的使用管制呢 基本上我們要加強實施這個非都市土地 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的一個取締 跟一個開法 那這一部分呢 我們在市府也成立一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聯合取締小組 那每年聯制上定期召開兩次會議 來討論一些相關的機制或處罰的一些相關的問題 再來是我們報告就是我們七段徵收的業務 那七段徵收 台南市從在合併後到現在總共六個區 那已經辦完就是核順鳥 那這個核順鳥只剩下那個水利局在辦理的公六四九的 自王子的改向工程 那另外就是我們新市的新額社區的部分 那這部分已經完工 那目前也由公務局來負責我們 他的這個工程的一個一個完工的審查 那再來就是我們台南副都市中心呢 這個南北公區 那南區已經完工了 現在在進行在驗收的程序 那另外北公區呢 我們也希望在今年的七月以內 能把北區的工程也完成它的施工的工作 那再來永光泡銷的這個進度呢 那這個已經完成都市計畫的一個變更 那接著我們在後續的這個設計 有關的相關的設計也都在積極的進行 那其實就是我們延長國中的部分呢 那因為內政部的審查一直這個 沒辦法完成這個 計算徵收的底價比例跟範圍的一個審議 那我們希望 尤其在這個選舉後 在今年的總統選舉後呢 他都帶到此的不審查的一個態度呢 那我們這個希望在新政府這個520以後呢 這個案子我們希望內政部趕快重啟動審查 那再來就是我們中國城的這個開花呢 那在今年的1月都完成已經簽 這個住戶都已經完成千里 然後都高級也都在進行它的採處工作 那去年公辦勢力重劃的業務呢 也有6區 那除了九分子 在今年5月要辦理這個標售以外呢 其他都在積極的進行 那這個 總共我們製辦的重劃呢 已經成立重劃會了 總共有36區 這個我們都在積極的督辦 那製辦的部分呢 這個有10個 那個另外籌備會的部分呢 已經成立籌備會有10個區 這個我們就加強 請大家趕快來這個完成這個籌備的程序 提出重劃紀表書 再來就是我們的測量的工作 那台南市的土地總比數是179萬比 那這個已經完成重測的 是有這個 我們在100年到104年呢 我們辦理重測的總共是9萬4千多比 那今年呢105年繼續辦理重測是18818比 基本上我們的進度都有符合 另外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 就是 重要的工作就是台南縣市合併前 有一些 在這個 相鄰的縣市之間有一個斷屆 重疊或者是 這個不能密合的情況 那這個我們從 103年呢 地震局跟都發局這邊 就積極的要把這個 縣市界的這個地擠跟都市計畫的界線呢 能希望把它整合 把它整理 處理好 那這部分的紅河的座位呢 我們總共有84個地段 2,373公頃 由7個地震宿所來執行 那截至105年4月15號呢 總共有24案 104筆的土地呢 已經完整重疊地局的一個研議作業 那有更正7案21筆 那這個是地震局 對這半年來相關的工作的一個檢驗報告 那M3也在這裡 也同時 感謝各議員先進 我從100人7月來接任這個工作以後 受了各位議員的這個指導 我們工作也順利的這樣的推動 那在這裡也感謝媒體朋友的指導 一個愛護 那我們地震局的工作 在這5年來都能順利的推動 再次在這裡 表示感謝 謝謝 謝謝局長 金鐘獎的頒獎要說這麼長的 不是說這麼長的 謝謝林局長 那接下來我們請杜法局局長做報告 大會主席還有 與各位議員先進以及各位媒體朋友 那接下來由都發局來進行這個 業務報告 那首先呢 我們還介紹我們都發局的一個同仁 首先是我們副局長 莊德良庄副局長 各位議員好 接下來是我們主任秘書 謝文捐 主席好 各位議員好 負責我們國土計畫的 這個區域計畫科 鄭一鈞正科長 各位議員好 以及我們都市規劃科的蔡孟汝 蔡科長 各位議員好 接下來是地檢規劃科的劉收禮 劉科長 各位議員好 接下來在後排第一位是負責我們 綜合規劃跟審議的這個林惠正林科長 他也是今年獲選模範公務人員 那接下來是都市計畫管理科的黃迪南 黃科長 各位議員好 以及負責都市設計審議 都市設計科美國青梅科長 主席好 各位議員好 最後跟各位介紹是我們負責更新業務的 都市更新科 楊家銘 楊科長 接下來進行這一個工作報告 那首先是在區域計畫的部分 那其實因應今年國土計畫的一個通過 那未來的區域計畫都必須改由 改制為這個國土計畫 那並且在5月1號開始施行 那因應這樣呢 因為我們過去4年多來 其實區域計畫的規劃都按照國土計畫 大致上的內容在進行 所以未來呢 雖然程序必須要再重跑 但是事實上我們的規劃草案的部分 大部分都已經遵照國土計畫的內容在進行 所以我們也會來加速來調整 等到中央把整個國土計畫的一個審查作業的流程確認以後 我們會按照國土計畫的程序繼續來辦理 那在非都市土地的這個分區的變更開發許可的部分呢 我們在去年完成了這個瑞賢產業開發園區 那審查比較多年的這個關廟批仔頭工業區 也在今年把它審查完成 那希望能夠加速來讓這個批仔頭工業區能夠合法經營 那還有這個台灣首府大學的開發計畫 還有萬國通路的擴大開發計畫 還有佐鎮柏頂山朝聖市的一個開發計畫 以及送進來新化果菜市場簽建的開發案 那目前呢就持續在審查當中 那泡銷的這個部分 那補充這個關廟的部分 那關廟的部分目前在進行水土保持工程的第二期的一個工程 那目前呢那個校舍呢 也已經在趕辦這個規劃設計 那到目前為止呢 跟國防部的這個協商跟這個協調作業都相當的順利 那我們還是要照預定的目標 來完成這個泡銷的一個簽建作業 那在都市計畫 我們在跟中央爭取的這些公共設施保留地的一個專案通檢 有大概分成三大案 就是浮城區跟金營區跟西北地區 以及跟北門跟南科新峰等生活圈的這個三個案 那目前都已經完成發包作業 也在加緊趕辦這個收集案件的一個過程 那目前我們會趕在今年年底先把整個規劃成果完成 那後續來加速這個公設保留地的一個檢討的一個作業 那在整個綜合規劃的部分來講 那目前鐵路地下化的這個案子呢 現在在內政部的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已經審查完成 那我們希望能夠加速來推動大會趕快審議通過 讓這一個案子能夠順利的來進行 那在從去年8月到今年的4月15號為止 那我們的都市計畫的審查作業以及到中央來爭取加速審查的 這個部分已經又完成了20件都市計畫的一個發布實施 那也審定的也有21件 那審定那我們會在未來幾個月裡面呢 來加速讓它可以發布實施 那持續規劃中的還有 包含這個柳營新化後壁山上等16件 都市計畫規劃的一個草案 那在市都委會審議中呢也還有14件 那因為通盤檢討案的案量都非常的大 所以審查要花一點時間我們也會來加速 那目前還有在內政部都委會審議中的案件也有23件 那這都是未來我們在能夠持續來積極來趕辦的一個工作 那接下來呢是有關於這個都市設計審議的部分 因為在前幾年其實建築案量非常大的時候 其實我們每年的審查案件都高達100多件甚至高達200件 那這目前這8個月來呢大概有召開15次的會議 有審議通過了也有63件 那幹事會呢也有通過了16件 所以總數有79件 那在整個重大的這個城市景觀改造的部分呢 中正路跟海岸路的這個景觀改造工程 那因為這個中國城的這個景觀呢 這個城市軸帶的一個國際淨土呢 是於在去年的8月來進行進行這個甄選 那並且在10月確定有荷蘭的MVR TV跟台灣的都市里人 做為這個整個設計團隊 那從目前為止已經完成了基本設計 現在在敢辦西服設計當中 那也感謝大家的一個協助 那目前我們會加速來把這個包含人行步道空間的一個改善 跟通風塔立面美化 還有突出殘留物的一個構造 還有交通號制的共感化 我們都會加速來跟相關局處來協調 希望能夠如期在今年的年中 能夠來辦理發包的作業 那在城鄉風貿的一個改造的部分 在這幾年因為中央它開始有 對城鄉風貿有進行一些轉型的一個作業 那包含了希望能夠來辦理這個均衡城鄉發展的推動計畫 所以我們推薦了新營來做一個主要的一個申請案 那目前規劃報告都已經完成 也經過內政部審和通過 那目前在進行主期的來申請相關的一個建設 那在另外在自行車道的部分 因為搭配了這整個均衡城鄉的計畫 我們有推出相關的這一個自行車道的計畫 那目前從新營市區延伸到天鵝湖的部分已經完工 目前在向北延伸到後壁區 另外一個是由新營延伸到 沿水的部分 那現在目前開始進行規劃設計的作業 那在去年呢 我們除了第一階段以外呢 我們還有爭取到相關延續型的工程 那主要的有包括像我們低碳余光月牙灣的 活力海洋的一個綠狼計畫 還有在新化的西拉雅文化 那既生樣多樣性的一個入口改造工程 那以及麻豆加南大盡的一個廊道的一個景觀的縫合工程 那這些呢都陸陸續續已經開始動工在施作 那第二階段有包含了這個 大木漿文化園區的一個景觀的工程 那還有林鳳營以及東山的部分 那這些都已經完成了西部設計 那預計後續會來爭取相關的經費 那105年的部分呢 我們都延續的部分就是北台南 就是新營糖廠的這個鐵道地景公園的第一起工程 還有竹溪的一個改善計畫 那還有蕭龍的這個兒童藝術環境景觀改造計畫 都已經辦理八八當中 那希望能夠今年才如期開始執行這個工程的一個建設 那在社區營造空間來講 我們的最主要是台南主角的部分 這幾年的一個藉由這個學校跟社區的整合 目前成效已經越來越明顯 那在103年104年 都至少都已經完成了12個案子以上 那今年度呢 申請的學校跟主數都突破以往的申請量 那我們預計也會選出10組以上來開始進行 那我們希望未來這個社區綠美化 能夠轉化成年輕學子 願意進駐到鄉村 所以我們另外推動了駐村計畫 那駐村計畫 那駐村計畫目前有核定四個社區 包含這個嘉里原、品興營、大鴻、後壁士安 還有後壁祖新四個社區 會從這個月開始進行工作坊 那預計在7到9月會開始進行試做 那在都市更新的部分呢 首先是鐵路地下化的照護住宅 目前已經完成了到二樓 那未來呢會照正行進度來進行 中國城跟運河興轉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主要負責是中國城的拆除計畫 那中國城的拆除計畫 預定在6月底來完成 那7月底之前呢把它辦理相關的驗收 我們希望這一個部分能夠加速來完成 讓後面的這一個景觀改造工程能夠延續 那安平二級國宅的部分呢 現在有內政部在進行審議它的都市更新計畫 這我們也會更需來辦理 那在過去跟國防部合作的這幾個案子裡面 那除了過去已經進行持續中的案子 在去年新增了仁德的二空新村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會加速來協助 一方面可以改善這個眷村的環境 第二個呢能夠保留相關的這個綠地 跟這個樹屋能夠希望為當地留下更好的一個景觀 那租金補貼還有住宅補貼的部分呢 在去年一共有核定了這個 4,438戶的住宅的立期補貼 379戶 那還有修繕的這個補貼247戶 但申請合度只有93 那租金補貼的部分有 計畫的戶數是3,153戶 實際申請是3,931戶 那這後續因為如果在520以後呢 可能會有新的社會住宅 跟包租平台的這個作業 我們都會配合中央來更續來進行 以上是渡化局的工作報告 好 謝謝伍局長 那請同仁登記 我們根據我們的剛剛宣讀的質詢辦法 就是每個同仁時間是10分鐘 但是本委員會的優先 什麼同仁 什麼同仁 我會長話短說 我會長話短說 那個洋傳人那麼多啦 那個洋總統委員是 洋總統委員是我們委員會的啦 這樣喔 所以優先啦 我會出責 我會長話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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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請曾順良議員三分鐘 好好 感謝主席 這個 鄭政教授 來來你站起來 你站起來 這個我 跟你說齁 我長喔 你得高 趨勞爭說 趨勞 趨勞 啊這個業務是職業 就對了 這個中華區運動職業 你們地政教的吧 是是是 但是 他們有去檢查過 那些就對了齁 你們設計不良 做生就對了 關係不一致 現在 那水都排不出來 你們知道嗎 啊現在排不出來 就對了 你們看 在那裡有看到嗎 我現在這個 這個工廠這裡有看到嗎 我帶一個告示牌 在那裡有看到嗎 你有看到嗎 有 有 啊那水就對了 那多少錢 你知道嗎 啊 不做柵欄 什麼都沒有 啊萬筆 糾糕的小孩子 如果去那裡 小孩子 他敢不去診施 看這個告示牌 就不會去那裡 啊那剛才萬筆 他就對了 發生的事情 我不知道什麼 這是第一點 是 你 啊這你們去檢查過 經燃就對了齁 你們地政局 跟這個 協助就對了 英東說 要一百 五年就對了 十二月 這個報告 去到什麼 但是真的 跟你們地政協助 協助喔 我聽 窟工廠 說這個 如果它填平就對了齁 啊 因為 水里教說這個 有需要留下來 這有白水功能 啊所以如果填平 隔底也是 會設計就對了齁 有那一樣的 擺水 啊這個 封閃性的不可以 總經封閒一個280萬 你們經燃跟這個業務 要踏入窟工廠 叫窟工廠去接行 我實在要跟你講過齁 你不會這樣齁 那窟工廠一定夠可憐啊 沒有錢都在跟你們市長 有很多局勢差屁股 應該是不會這樣啦 應該是不會 啊我會這樣不會這樣 不會這樣會拐得更久 你若不會拐得更久 我請這個 可憑申明一下好不好 可憑申明一下 等一等一等一我時間沒有 申明了 我比較長才給你申明 因為我跟你說齁 因為這個東西要趕快去解決 好 200幾萬這牽涉到幾個 一台 一台 四十五都房子 小名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對了齁 你不要趕快去完成 你現在登革熱 疫情擴散就對了齁 是 那現在水排不出來到 到我沉底 一灘爛水 一灘爛水 一灘爛水現在 我們那個 環保室就對了齁 去 去那補查就對了 去發電局 登革熱 去年間開一張張三千塊就對了 當地理到 立刻處理到 王俊傑給師傅去立 王俊傑曾經 給我們家找我 說那真的很危險 先叫我今天 一定要你不要把這個問題 講出來 因為我還沒時間 所以我跟妳講 你不用 這兩董三文青 這董事都會董事 我拜託一下 因為我這很重要 這關的小孩子 會生命安全 因為我想三文青說的料理 這個我跟你說齁 那時候是有討論 我們要改善 但是後來你說錢 但是沒有辦法報告 我沒有清楚 兩百幾萬 好 我來處理 但是 水利局有說 你要不要 水利局 他覺得白水功能還要存在 你可以把它填平 但是 你看他怎麼設計 你們改進 你們專業 你專業 後來怎麼處理 好嗎 不要再在那裡 腹體皮球 不要再把這個 抓捕下去 你們說真的 我們黨府的 區長一定有夠可憐 真的 好 感謝 他最關心 謝謝 謝謝曾孫娘議員 局長很快 人命關天 接下來我們請劉正昌議員 你剩七文青而已 你已經讓董三文青了 沒有啦 這紀念先說的 我沒說那麼久 我沒什麼人說 我們 主席 以及我們兩位 局長率領的國科學主管 以前 以及我們現場 坐坐動員 以及我們的體育者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以前 因為這家 在這個中間 當中 在我的家 邊 有一棟大樓 十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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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樓的肚子 來要重建 不然很緊急 就是 幾營區 文化街 那有十棟 文化三家 有十棟 十棟 以及我們的 我們 融化三家 樓床 有一棟 成功大樓 成功大樓 那麼我們的局長 剛才 局長 很關心 沒錯 但是目前已經 停車久了 像我調達到現在 已經要四五月了 雖然 市長也非常關心 也有準備一些 社會 這個補助的錢 這個情況 要來推動 但是呢 還有很多社會 非常緊 這些收到 中間 到去的這些 這些財民 非常困難 比較麻煩 有的做生理也不方便 從保持班也不方便 做中醫師會 也刷不住 啊 東西刷得刷去 非常麻煩 尤其福大樓 竟是呢 到現在 跟完薪 起見的地址 還要不適合 尤其中間 又沒有困難 啊 財民非常的 擔心 還要冠近 喔 啊 尤其呢 這個十公元不好薪 包括 這個鑑定報告 也要不完整出來 啊 希望可以把這個 這間 帶來分清 來分清做 啊 在這裡呢 來 請到我們的 局長 從這兩岸 市長長 有給我提示 一點點 來我上次呢 有告訴我們 道法局長 來 來配合來 進行這個 六秀的工作 是不是說 請道法局長 這個時候呢 這個機會 來 報告 就讓我們的財民 不正 你都在電視機的頭前 你等著要聽 我說五十點 十點多了 我請到局長 來 謝謝 好 感謝 去做的這個 這個 這裏 小聲 這個幸福大樓的部分 主要 幸福大樓 我們全世界的貨物內 大概分兩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建商 單純家族的這個 所有持有的 這個就是剩下的 我們六個的部分 那因為這當中 原來的建商他持有超過一半 那他本身看起來在興建的意願上 可能有他財務還有他年齡上的考慮 但是我想在對於當時跟他購買的這六戶來講 其實很不公平 因為他沒有辦法來申請相關的杜庚的作業 所以我們其實之前有陸續開過了三次會 但是三次會都沒有辦法有任何的結果 那也感謝議員的這個關心的協助 那現在目前來講 我們也在研你新的方法 如果說最後沒有辦法一起合建的話 那分開來蓋 那是不是在就建築技術規定 建築技術的法規來講可不可行 那我們這一點有拜託建築師工會這邊 他們會派員來協助 來幫他們協助做評估 也就是說最壞的狀況 沒有辦法一起合建的話 那他至少這六戶可以單獨蓋得起來 那第二個當然我們很期待是雙方可以 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合建的一個協議 那這個我想議員你也在中間一直在協助看能不能合建 那我們也會盡最大的可能來協助他們 那總之我們要協助這些災民 他最後能夠順利重建 然後我們是有相關的配套就一步一步來進行 那文化三階是比較特殊的一個案例 就是說也他的柱子是本身因為 可能因為當時施工或是設計上的一些相關的問題 他導致現在他們有本來從原來的損壞修善 到目前希望來合建 但是要合建的話就變成他跟原來的建商之間到底要怎麼合資 老實說這是施權那但是我想為了他們能夠順利的這個要重新蓋起來的話 我想幾乎上我們還是會來協助 那上次一週你關心以後市長其實也有跟我們詢問這個案子的過程 那所以我想後續我們再進一步了解更詳細看雙方的差距在哪裡 那我們要怎麼來進行協助 那我們當然會跟市長做報告以後再來介入 要不然我們以前是以老他的為優先 那至於在這個幸福大樓的這一個鑑定報告的部分 因為公務局現在還沒有把完整的鑑定報告做出來 那不過我想我們杜發局是以協助重建為主 那如果能夠讓他順利重建 我想鑑定報告涉及到雙方必須要有賠償的部分 那再由雙方透過法律的程序去做這個最後的一個確認 那這樣也不要影響這些災民 他希望能夠加速重建回到原來生活型態的一個補調 我想先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好謝謝請坐 非常感謝我們局長的這個民革的報告和說明 也感謝我們市長 以及我們國學生 以及社會 信心民主 大家來觀看 現況來配合這個重點 但是呢 剛才的幸福大樓的災民的意思就是說 希望可以把原生地支 約50幾%可以來合建 因為如果要蓋七樓的 50平有比較厚 蓋起來很高 還沒有定息 很危險 還也難蓋 所以呢 我在努力說可以來配合重建 可以盡量跟原地支來重建 那麼這個文化三樓呢 因為本來都說好事啊 在災後的 一國來都簽了說 災民要一片要出五萬 對方 起建營那要出兩萬 因為我們有一條150萬的現款要來補助 因為這條150萬的現款呢 我們的災民 就反映說沒有要 不要逼雷來拿出配合 所以他們處理要重建一次 那麼現在呢 上載協議當中 要在這建車 叫長 以及市長 就來加速 市長選長 有跟我講說 這幾天呢 就約定時間 跟原地支 要跟我們大家來參加這些工作 但是時間因為要不定 我每一天呢 我們早到晚就可以接到這些災民 早早就都來過來 問問今天有最新的進展嗎 1011點我個人問說 阿公要怎樣 所以我每天都要跟他回 只要回這個 來跟這個報告 跟這個FB 我每天都要回 我都要跟他回 跟他回這些 包括他們旁邊關心的人 所以在這裡也感謝我們 局長 以及我們國學生 我們幹部局 國配合的主管 也感謝市長 以及我們所有 我們目前的記者 以及我們 新興民主的大力贊助 和支支持 現在 來盡興 基礎的能助力 重建來完成 輸這製品能受康受難的能助力 達到這個祖父的生活 在這裡感謝我們所有問題的城市 因為我們在座坐坐所有的董事 謝謝感謝 謝謝劉貞昌議員 那接下來是由那個剛剛被霧山 那個名字用霧山的蔡旺權議員跟 陳一貞議員共用時間 二十分鐘 謝謝主席 先恭喜我們局長要高聲那個 副秘書長先恭喜那個局長 那局長這個本來想說今天應該看不到你來 這邊業務質詢 很開心還看到你 還有聽到你講了一段那個臨別的感言 那也祝福那個我們局長 未來副秘書長更加順利 謝謝 謝謝 我現在請問一下都發局務局長 我看到你這個住宅計畫裡面 其實有很多這個整合住宅補貼的計畫 那其中這個購置住宅貸款利息的補貼 我想這個 當然這個申請戶數都是高於這個計畫戶數 但是大概有大概9成3的比例 是可以通過的 那修繩住宅的貸款補貼 反而是申請戶數其實是比較少的 是這個部分我想其實這個有一戶老舊住宅的家庭 其實也蠻多的 那尤其最近這個地震之後 應該有一些住宅其實會有這樣子的需求 那我想在去年這個申請的情況其實是 不是很理想 那我想這個部分可能有些民眾 不是很了解有這樣子的訊息 或是市政府有提供這樣子的協助 其實這個部分應該可以在廣為宣傳一下 謝謝這個我想今年應該我們要加強 因為我想今年機會會比較大 應該今年會比較多啦 那另外看到這個 其實大家也都非常關心這個租金補貼的部分 其實只要每年到了要申請租金補貼這個時候 大概我們服務處多多少少的會接到很多民眾來澄清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這完全其實就是按照 現行的規定去核算出來的一個結果 但是還是很多民眾會覺得 深多州少還是有不如預期 那我看到我們今年計劃是3153戶 那去年3153戶然後申請是3931戶 其實我們的核准率是只有八成 但是我看到營建署最近的他公佈出來 他其實在2015的住宅補貼的這個報告裡面 其實全國的這個核准率其實是高達九成 那為什麼我們台南這邊只有八成而已 老師我們其實很需要 但是其實沒有達到全國核准的這個標準很可惜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落差 跟您做報告啦 因為其實各地各地方政府大概都會有自己所謂的這個加碼 因為中央其實以中央核准的比例來講 大概都只有七成到八成 那可是因為在尤其在北台灣的部分 因為北台灣的需求的落差特別大 需求落差特別大 那所以他們自己的縣市政府都還會在自己再增加 那我們其實也有 但是我們是以弱勢戶為優先 所以我們加碼的部分是放在這個弱勢戶優先 當然弱勢優先這個是我們認同 但是其實看到會來申請這個補貼的 你還是有一些門檻 那他其實可以來申請的 其實他還是都非常有這樣的需求 除了弱勢以外 他其實需要來申請的也是相對於一般的 一般的家庭他還是有弱勢一點 那我想這個加碼的部分 除了針對弱勢戶以外 我覺得我們市政府這邊 是不是可以再來多多加碼一點 我想起碼要達到這個全國的標準 全國可以達到九成 結果台南只有八成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台南還是有相當的需求 所以還是請局長這邊 除了弱勢的加碼以外 其實還是要多增加一些名額 給我們這些真的有這樣需求的這些民眾 讓他們可以住得更加安心 那其實我們也看到很多 家人都年輕朋友 其實他們想要買房子 其實也都面臨了很多的困難 可能就算是雙新的家庭 他們還是要負擔房子 還是有非常多的困難 那我們針對這些青年朋友的部分 我們有沒有什麼協助 我看這個青年安心成家方案 因為在102年停辦了這個安心成家以後 那其實中央一直希望是推社會住宅 那但是事實上 台南沒有這樣的計畫嗎 我跟一座報告 因為我們台南的那個房屋自由率 是六都裡面最高 也就是說以台南的這一個房價跟所得比來講 相對也是最低啦 所以一般來講比較負擔得起 這也是為什麼青年成家方案 到後面在台南地區 它的使用比率並沒有像北部那麼高 的一個主要原因 那第二個就是說未來的一個社會住宅 它在中央它希望轉型成叫公共住宅 那公共住宅的部分 就台南來講我們自用住宅的比率高 但是就像剛剛益作所講的 因為你從租金補貼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大家對這一塊其實需求很高 那所以這一點呢 目前中央給我們的指示是兩大部分 那第一個是比較少量的公共住宅 因為它認為台南的需求量 短期沒有那麼高 因為不會像台北、桃園 都動輒要五萬戶八萬戶不需要 台南大概可能在三五千戶左右 但是第二個要我們推一個包租平台 也就是說透過稅負的減免 讓房東更有意願把他的房子提供出來 出租 把稅負減免 那這樣他的話可以提高出租率 我想租房子跟買房子其實是兩條路 當然我們希望可以租房子的這些家庭們 他一定就是可能買不起房子 所以他來租房子 那有一點點能力他可能想要買房子 可是他又沒有達到完全可以來負擔的 這個貸款的情況之下 就需要政府的來補助 那當然就像您說的 其實台南的狀況跟其他幾 跟北台灣是不大一樣 其實大部分很多年輕人 還是想要買一個房子 然後成家立業 那當然我想這個貸款上面 其實應該多給他們一些協助 讓他們真的去買房子來成家 然後藉由我們的幫忙 那當然租金是另外一條路 那我想這個因為這個青年安心成家方案 當然中央停辦 那但是我們地方這邊 我想我們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 再檢討一下 怎麼讓這些青年朋友 可以更有可以 能夠趕快來成家的一個方式 那我想這個部分我們局長這邊 要再來研究一下 因為其實還是面臨到很多的年輕朋友 他們想買房子 可是貸款上面 怎麼樣還是覺得太高了一點 所以還是讓他們忘之卻步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還是需要再檢討 然後讓這些年輕的朋友 可以真的在台南 然後好好的安心的住下來 然後好好的成家立業 我想這個部分請我們局長這邊 再好好的來討論一下 這個我們會跟中央再來討論 因為中央現在允許六都 可以各自有不同的住宅政策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會來跟中央再建議 看是不是也能夠部分的來開放 這個優惠利率貸款的部分 好 謝謝局長 謝謝 謝謝 我直接說了 對對對 時間結束 不好意思 儀針你不是說要說三分鐘而已 要十分鐘 剛剛我們儀針講那個部分 確實是未來民進黨執政之後 要面臨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以前我在總質詢的時候 我也特別跟局長還有賴市長 特別提到有關這個租屋的部分 其實甚至我那時候也鼓勵 我們市府是不是能夠仿照英國 英國的這個建築師提出的 把這個空屋找回來 你們要怎麼樣去加強去做一個 一個好而且是有能力 有功能的一個平台 充分的讓我們想要 讓一些年輕朋友想要找 比較合宜的這個租金的一個平台 其實你們應該公佈沒應該主動去 去Push 而不是說是被動的 其實這個部分 那個局長你要補充 我跟一做報告就是說 其實也是跟我們有過協商就是說 希望台南可以優先來成立所謂的包租平台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 我們也建議中央就 因為房東很多不願意提供出來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有兩個稅付 如果他一旦提供出來 是透明化的話 他的那個房屋自用稅率會改成營業稅率 第二個那個房租所得會列入綜合所得 那這兩個對於房東來講 有愛心的房東來講 那個都是額外的負擔 那過去去試推不成功 其實大概就房東面大概是這一塊 那所以中央也希望我們能夠趕快來成立 那這一點我想我們後續會跟中央來協商 就整個包租平台怎麼樣跟仲介業 雙方有一個合作 那能夠由仲介業來推動 那市府變成行政作業上的一個協助 那第二點是做法上能夠更簡便 因為過去房東也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我錢補貼給這個房客 結果他錢沒有拿給房東 那這些也常常造成執行上的糾紛 那所以中央也有考慮就是說 是不是變成仲介業變成一個平台 這個租金由仲介業直接轉到房東 那這樣可以讓房東願意更提供出來的話 那這樣每一盒的機率會更高 這一點我們會後續會再來努力 沒錯 如果你能夠適度的把空物率降低 而且能夠讓它能夠讓更多人去善於利用的話 住者有幾屋 其實不只是年輕朋友可以租到合宜的家 那麼也可以防止這個房價繼續的一個飆漲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這我們後續會再來努力 好 那最後那個局長我繼續 我在這個地方這裡我也想說 跟局長 又特別問一個問題 對 但事實上今天其實我們議會這邊 水資源保育聯盟跟環保聯盟也在一樓陳情 那陳情的重點就是我們有關鐵路地下化 水方面的評估因素在環境影響評估跟這個部分 水的部分包括在中央審議的時候 似乎都沒有去重視到這個問題 那團體怎麼樣的一個訴求 似乎官方都沒有人聽見 那我在這邊也跟局長做一個提醒 那我這邊也表達一下我清楚的立場 我從頭到尾 我一直支持鐵路地下化 我也一直支持應該有的重大的建設 必須要去做 但是怎麼去做 方法對不對 適不適當 有沒有智慧 手腕夠不夠 這個都很重要 那個執行率其實是反映在你們的 在這個執行的過程的方法 那麼我支持但是過程必須要嚴謹 終究台灣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 是很重視各方面人民的權益 所以說在很多的一個細節 裡面必須要不斷的溝通 什麼叫民主 民主就是對話 以此互相對話到一定成熟 有共識 那麼這才是一個民主良性的 一個互動的社會 那在整個過程 我要提出一點就是 水的問題一直沒有評估到 那怎麼說呢 其實在兩年前我就寫過文章 那麼也曾經跟賴市長理性的提醒 那我也曾經跟前縣長蘇患志 我們知道說這一次的負責的工程公司 是台灣世西 它跟海岸地下街是同一家公司 那當然我們會很擔心 那我們知道他委託的 這個所謂的地址各方面的評估的專家 是陳大的一個黃教授吧 那我們就特別也去拜訪過他 可是拜訪過他之後 我的感覺是很失望 有點失望 因為評估到最後 他並沒有針對水的部分 那我問到說 這個下面的地下水位的評估 你不擔心嗎 他說沒有問題 因為東區北區都是雨水 沒有地下沒有泉水 那我就很驚訝為什麼 因為我們住東區這麼久 北區也是 你也可以問區長 很多地方在蓋房子的時候 東區北區是最高的一個台地 可是挖下去 是會冒出泉水 你知道嗎 有泉水的 這是最高的地方 為什麼會有泉水 所以很明顯下面的地下水 不完全只是雨水 這是我們擔心的一個隱憂 而且是這一次的中央所公佈的 土壤液化區 其中有一區是在哪裡 是落在陳大醫院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個地方 本來的有地下泳泉 所以我們懷疑這個泉水 是接到這個新化 或是光明廟的這個山區的那個高度 直接連結過來 那這樣我們就會造成更大的一個 這個問題 疑慮就是說 那這個地下水位 你們有沒有實質地去監測 後來你們整個方案裡面 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要離開的時候 我還建議那個教授說 那你應該跟委託你的單位 極力的建議 每隔30公尺或是50公尺 你一定要設一個地下水位監測點 那真的是確定沒有問題 那你再去做這個問題 再去做這樣的一個 如果有的話 你要怎麼去配套 怎麼去解決 你都要拿出來 結果後來 這個環保團體跟公部門建議 甚至也到中央 那似乎在討論的過程 是迴避了水方面的評估 那我覺得這一點是很大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錯誤 就是說當年海岸地下街 也是因為水 你看經過多少比較瘦碎完形 那麼這個鐵路地下化很好 應該做 但是你在做的過程 你沒有配套 沒有評估到這些問題 一旦開挖 可能會因為水的問題 也沒有評估到這麼嚴謹 可能會造成另外一個 無法想像的噩夢 到時候可能你們都已經不在其位了 幾年後 外國其他人來收拾 這是我擔心的 或許我擔心的過早 或是我擔心的過多 但是你們應該要這個部分 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 尤其現在民進黨已經執政 這個球是丟到我們自己身上 所以民進黨必須要更嚴謹 更嚴肅地去看待這個問題 那麼把這些疑慮解除了 要做趕快做 其實我是支持做的 但是如果說可以的話 能夠回到馬英九執政的前一年 我記得那個時候的交通部 民進黨執政要下來之前 那時候我們評估的方案 其實還有多一樣 就是淺盾的挖法 但我曾經提過好多次 你們都無法接受淺盾的做法 世界很多先進的國家 鐵路地下的話是用淺盾 我們台南市 30公尺下面就是一個岩盤 你只要能夠穿透岩盤 在50公尺 70公尺深 用淺盾的方式 還可以跨越岩水溪 還可以一直直接鐵路地下化 延伸到新市 甚至更遠 這個都不是問題 其實總和來評估 不會比較差 但是問題為什麼中央的決策 不考慮淺盾 馬政府上來之後 就改成棉挖覆蓋 從地表去挖 當然會破壞水資源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一直覺得說 公布門應該要更審慎的去看待這個問題 必要的時候再用淺盾的工法 世界級的淺盾的工法很多 我們根本不會破壞地表的東西 那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土方 土方的利益 就對你也知道來行的 土方歐柴 深入下面岩塊歐柴土方 是沒有利益的啊 搞不好還要做二次處理還要花成本啊 但是棉挖覆蓋地表這些土方 喔 價格 真的 八公里遠的土方 你看有多少利益 幾百億的利益 這個部分又好像沒有歸國家管 國家去分配 這一點我希望說 中央政府也應該正視這個問題 有什麼可以直接明文立法 把這些挖除的土方 能夠歸國家 國家去管 引申其他不必要的利益衝突 那因為時間有限 我還是不斷的提醒局長 整個政策 整個鐵路地下化 我一定支持 但是過程要嚴謹 事實上 確實有一些疑慮應該去釐清 釐清之後 我想這個 不怕一萬啦 只怕萬一 有一些風險都必須要把它評估出來 那這是我這幾年所歸納的一個重點 這個水的部分的問題是最難處理的 一直到現在 不管什麼城市的開發都是 不管是保存也好 或是 防止它造成更大的 這個 這個破壞 都是我們應該要去嚴正地面對 水資源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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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議員 接下來請唐碧爾議員發言 時間十分鐘 謝謝主席 梅務局長 我們工務委員會 有三位級長 都 勾釁啊 只知道你是不是 覺得很危険 不會 因為他們三位都是非常資深的前輩 這應該 啊你又很窮氣嗎 剛才比起來我說算很年輕 李萌燕應該跟你差不多吧 李萌燕是 沒有 他 我看起來比較老 你比較自親 你因為我看起來比較老 就做了對不對 如果說自親 你是比他更自親 不敢 你說專業 你也是沒話說對不對 所以 你覺得說 為什麼沒有我呢 不會 其實不會去想這樣的問題 因為在專業上做有他的樂趣 教長 我問你 我們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 我們簡稱說 台灣的威廉波特 我們一年的養護費用 預計有多少 不過這部分是屬於公務局 我知道 是屬於公務局的 公務局在蓋的 對 開了就對了 是那個 教育局在管 但是 因為你的報告有審對不對 是 我們要負責做審查 對 所以我現在要跟你問的是怎麼樣 因為你有審到 有審查 所以你是有審查 有審查 有審查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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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他過程中 他有表達這個意願 應該相關的局處 你們都有在討論 應該有一個平台對不對 對 不管是市長主持的市政會議 對 現在 陳青湖球場 本來是義大任養 因為任養費太高了 所以 他就出走了 陳青湖球場沒有人管理 所以 我們要舉辦經典賽 我們要蓋這個巨蛋 我們預計是2019年要蓋了 你看陳青湖 現在陳青湖球場義大 沒要任養 雙手一攤 我沒要任養 因為你蓋了它 你任養蓋了它 要包括維修 蓋簡單 但是 他來維修 對 這才是 才是負擔 對不對 你看 台北市大巨蛋 現在變成什麼 現在變成生態詞 烏龜烏魚 所以未來 這都是一個 很嚴重的這個議題 未來 如果說統一師就對了 他說 哇 嚴重 維修的費用 這麼高 每一年都這樣 都要付出這麼高的代價 來任養 如果出走了 你叫中心的來任養 我跟宜州報告 的確在台灣 在台灣 這個球場的這個人用 會 一般來講 因為我們的票房 我們的球場都不是很大 那了不起 像這個 最大的 Lamigo的球場 也只有兩萬人 所以他必須要在球場內 要去思考第一個 怎麼樣提高顧客的滿意度 就是說 我不能只有 單純讓他來看 看球賽 然後吃喝 因為現在 要把球迷召喚回來 重點是在說 因為我 像我們如果年輕家庭 我都會帶小孩去 對 那小孩又可以看棒球 又不適合的 那不適合的小朋友 他要做什麼 所以你要想到這些衍生的需求 所以 其實像 我們知道在台灣 經營最好的 Lamigo的球場 他就有所謂的親子區 甚至有所謂的 為了家庭主婦 他的需要的 所以當你設計的越完整 你這球場的附屬功能越完整 其實你會帶動家庭整個去 那你的收入夠高 你這些附屬的這個夠高 那經營的效果才會好 那所以我們當然 一方面在做這個設計的時候 其實未來也要去考慮就是說 怎麼樣在球場 或是球場周圍 讓他變得更適合全家去 那我想會吸引更多的球迷去 那這樣經營的效果才會好 他才會有意願 要呼一顆蛋 是所有我們的市府相關的局處 息息相關的業務 所以球場 你剛才說 桃園人家經營很成功 高雄為了要辦經典賽 所以花了喪意去整修陳青湖球場 現在未來 我剛才說 統一師如果說要收 每一趟的維修都在你管 因為我是球迷嘛 我們市長也是球迷嘛 我也是球迷 你倒一隊了 我的球隊早就解散了 早就解散了 衛全龍 所以你看看球隊 要維修就這麼困難了對不對 所以你認養的 更 對 防潤說 人家說 他要負擔這麼高的費用 我們是維修的費用 第二個當然就是球場的周轉率 所以市長他想要成立這個棒球村 他除了我們一般的經典燒棒賽 他更希望是三級 台灣的三級棒球可以集中到這裡來 開始培養 甚至到了12月以後 他能夠吸引春訓的 或是像日韓他都有東訓的 這些職棒的球員來 但是可以提高我們球場的收入 他更會吸引更多球迷來 他其實會增加這個球場 業外的一些收入 那這樣的話其實 就是就看你怎麼樣密集使用這個場地 那用這個密集的使用提高收入 他其實是可以填補這一個 球場的一個維護費 我想大家可能都 包含市長還有我們府內 大家都共同的認知就是說 怎麼樣提高 讓他可以使用跟周轉率提高的話 那對於未來要接手經營的球團 會比較容易 對啦 所以教長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除了說 謝統醫師就對了 你看到台北的大巨蛋 看到高雄的巨蛋 陳青湖球場 他才放棄了 你照你的了解 是 現在統醫師 還有很高的意願要認言嗎 當然是這樣就是 我剛剛跟你報告就是說 現在已經很冷淡了 你現在要找他 都找不到人了 因為台南球場 我們秀爾的這個台南球場 本身很小 可以改造的空間也小 所以變成說 統醫師他也有去觀摩 這一個 Lamigo的球場 他也想增加 可是發現台南球場是有困難的 那現在就為了 看寄望在未來這個新的球場 能不能就像 Lamigo球場那樣 他可以增加很多附屬的 這些項目的話 讓這個他的營運更能夠達到說 吸引更多人來使用的一個效果 我想這會是未來的一個重點 所以九點你也知道說 我們台南市政府 當中八百億的預算 對不對 很多市民都很關心 都是說 球迷很多 尤其我們台南市 我們台南市曾經是棒球的重鎮 互相 我們培養很多人材 不管是說去到日本打職棒也好 還是說去到美國大聯盟 小聯盟打職棒也好 很多都是我們台南市 培養出來的 這些優秀的棒球的人才 你現在 都這麼會了 在訓練中心 都能夠2萬5千的人 要去球場 有最快的最低的路徑 就是鹹水區的提王道 對 還有這個長河路 對 長河路 都說會的嘛 雙向車道 路窄 然後路爛 路又堵 這適合前往球場的另外道路嗎 因為本身我做團 去到美國的洋基球場 你看洋基球場是可以容納5萬人 5萬人的球迷 你怎麼知道人家擅長了就對了 多方位的 多方面的那個環道 路線 地下鐵 或是說另外 還有另外 給唐議員一點聲音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南球的也很期待 因為我們台南是棒球的重鎮嘛 所以我就覺得我們這部分 可能要輸客一下 另外的道路 你球場 球賽結束之後 我們這個球迷要疏散 這是很重要的 你不想這樣 沒人太多 人欺人打死人 這就事情大條 好 謝謝主席 好 謝謝 謝謝唐議員 那跟大會報告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再繼續接下去的議程 喂 這邊外主席要俗 你唱右一聲 為什麼要 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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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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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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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